欢迎来到歌有诗吗 我是许金宁 我是陆银秀 我们弹唱诗歌 弹唱书卷 并且是扎根在主的话语当中 我们查的比较详细一些 进行的是四福音当中的马太福音 关于耶稣在坟墓里多久的事情 为什么这会变成一个问题呢 当然就是出自于一节经文了 马太福音的十二章四十节说 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 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 那问题就是三日三夜 跟后面可能我们看到的经文说 第三日啊或者是三日后 在时间上面好像不太精确呢 到底谁说的是对的呢 这听起来是一个时间上面不太吻合的问题 是 那主耶稣在被钉上十字架之后死了嘛 死了之后呢 被埋在坟墓里 然后从被埋葬的时间 礼拜五的晚上 一直到复活的时间是礼拜日 星期日的早上 所以这样算起来呢 可能啊 耶稣在坟墓里的时间 大概只有三十六到三十八个小时左右 大概不会是 三个整日 三个整日 通常我们大概认为三日三夜应该是七十二小时吧 嗯 所以 对 确实 耶稣好像看起来不太可能留在地里七十二小时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看这段经文呢 特别这段经文是耶稣他自己说的 在他上十字架之前对着门徒所说的即将发生的事情 首先哦 这个三日三夜当然它是一种惯用语啊 所以它可能不太像是我们一般所认知的 所谓的一天一夜就是二十四个小时 大概在当时候的犹太人 他们在计算日子的时候或计算时间的时候 比较不是这样计算的 所以三日三夜其实主要就是在讲 三天就是了 我们举个其他的词句的例子 例如说 在圣经里面有一个词 我们翻译成天上地下 天上地下 然后你会发现呢 很多经文都会用到这个词 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 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耶稣了 可是你仔细去思考这个词天上地下 你会发现天的上面跟地的下面 那天跟地中间呢 好像就没有讲到了 天下跟地上呢 好像就没有讲到了 所以其实天上地下这只是一个形容的用法 并不是说 好像只有天的上面 只有地的下面 主才掌权 好像只有天的上面 地的下面 耶和华才是神 并不是这样 天上地下其实指的就是一个 全部的一个概念 所以同样的 在犹太人当时候他们在使用 三日三夜的时候 这个词其实他主要就是非常笼统概括地讲 三天的意思 所以感谢神 耶稣他所说的话并没有矛盾 而是按着这卷书 马太福音 其实我们知道这卷书 当初主要写的对象是犹太人 所以是用他们所比较熟悉的一些用词跟观念 当我们了解了犹太人他们的时间观 他们说的方式 那我们也就知道这个三日三夜 其实就是第三日了 是 所以第一首诗歌 就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赞美我们的主耶稣 他是第三日复活的真神 赞美第六十四首 靠近十架 祝主使我今世家 在彼佑有生命水 有各各大山留下 白白此人喜醉 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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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使我的荣耀 过中最抗戏情节 为靠耶稣保险 我与主同顶世家 和他同葬同活 今季度举主我心 不再是我活着 世子家 世子家 永世我的荣耀 我终罪都喜情节 为靠耶稣保险 我离止不传别离 只传耶稣基督 顶他为我顶世家 扑获作救赎主 世子家 世子家 永世我的荣耀 我终罪都喜情节 为靠耶稣保险 我愿意别无所谷 叹夸救主是家 世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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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世我的荣耀 我终罪都喜情节 为靠耶稣保险 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40节有记载 他如何地去回应当时文士和法利塞人挑战他 要耶稣行神迹 那耶稣就说到 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腹中 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 提到了先知约拿 为什么耶稣要提到先知约拿呢 其实我后来在研读圣经的过程当中 发现一件事 就是基本上先知约拿 他是加特西福人 而加特西福就在加利利 所以事实上 耶稣一开始传到的地点就是在加利利 他被称为是加利利帝的先知 所以约拿这个先知 基本上应该是加利利帝所有的人 都比较熟悉的一位先知 那另外一方面 约拿的故事 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 因为约拿这个故事本身很好读 在先知书里面是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非常好读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 约拿被大鱼吞进肚子里之后 在大鱼的肚子里三天 然后又出来 所以大家发现这个约拿消失了三天之后呢 才又出现 很多人呢 会认为约拿书的记载不太可信 因为他们不太相信 怎么世界上会有这么大的鱼 可以把一个人吞了三天 而那个人还不死 结果最后呢 还能够从渔夫当中出来 这其实是一个神迹啊 所以呢 约拿书里面的神迹 很多人基本上读了这卷书之后 他是不太相信的 是否连当时的文师和法利塞人 也有一些半信半疑呢 没错 所以很多人会认为 约拿书的记载只是预言故事 好像不太像是历史事实 所以也以此 文师跟法利塞人也认为 耶稣你应该不可能行什么神迹 是 但主耶稣特别讲了这个故事 要告诉文师跟法利塞人 事实上约拿的事迹 它真的是一件从上帝而来的神迹 而将来主耶稣也会在十字架上 经历一项神迹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呢 被埋葬在坟墓里 三天之后 他会再度出现在人的面前 嗯 所以这一段话 我想经过云秀哥跟您的分享 会更加的了解 为什么耶稣他会提到先知约拿 还有这三日三夜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感谢神他确实成就了 他确实为我们的罪而受死 埋葬 然后第三天复活 所以他仍旧到现在仍旧是活着 他当得我们来赞美 颂赞荣耀他的名 因此接下来就让我跟云秀哥 用这首诗歌和您分享 有情天的 你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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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听我声音 我到你面前祷告 祈求你完全怜悯 求你使我手节行情 让我凡事荣耀祢 愿我一生和一世 都靠祢时常唤醒 你赔的荣耀 你赔的赞美 我的主我的身世和灯完美 你为我受苦又为我受死 我的主我的神你使我救赎 今生我成名我心意 你闭嘴听我声音 我到你面前祷告 祈求你万全怜悯 求你使我受戒心情 让我凡事荣耀你 愿我一生和一世 都靠你时常唤醒 今生我证明我心意 你闭嘴听我声音 我到你面前祷告 祈求你万全怜悯 求你使我受戒心情 让我凡事荣耀你 愿我一生和一世 都靠你时常唤醒 我们在看四福音书里面 可以看到 耶稣多次 有预言自己即将受难的事情 不论是透过这一节经文 我们今天所查考的 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节 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 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 或者是十六章 十七章二十章 都有讲到耶稣基督 他被杀第三日复活的事情 那云秀哥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重视 关于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好消息呢 其实圣经告诉我们 所有的人生命当中都有罪 而罪到后来呢 就会生出许多的苦难 所以在我们这个世界上 生活的时候呢 我们会经历到许多苦难 经历到许多痛苦 有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 也会犯罪 会生出罪 但是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 他为了要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的罪得到洁净 所以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基本上他是无罪的生命 却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使我们的罪能够得着赦免 但另外一方面呢 如果主耶稣不从死里复活的话 如何证明他真的是为我们而死呢 因为所有人都死了 他难道不是为自己的罪而死吗 难道是为我们 不是为他自己吗 所以呢 上帝必须要让主耶稣 从死里复活 让我们知道 主耶稣并不是为着 他自己的罪而死 而是为了我们的罪而死 但是呢 主耶稣也从死里复活 战胜了死亡的权势 从此之后 他把他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 以至于当我们相信了 主耶稣之后 我们的生命也跟主耶稣 连结在一起 我们的生命得到完全的更新 总有一天呢 我们也会跟主耶稣一样 从死里复活 领受全新的生命 是 这对基督徒而言是非常美好的盼望 以及确据了 最后 我们就用这首传统的诗歌 来赞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因他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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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面对明天 因他活着 不再惧疑 我甚至知道 他将冠明天 神明充满了希望 他带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带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的主耶稣不能带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甚至当他掌管明天 生命充满了希望 只因他活着 我有一天 唯独生命和人生苦难 一一共各 借主耶稣 战胜了死亡 我将看到他荣耀光 见他活着 因他活着 我难免对明天 因他活着 不再惧怕 我甚至当 他掌管明天 生命充满了希望 只因他活着 我难免对他活着